在最新的iPhone手機中 新增了兩種刪除單筆通話記錄的方式 讓我們可以自己決定 哪些通話記錄要留著 哪些不要留下 第一種方法是在畫面上 點選電話 點選通話記錄之後 你可以看到目前所有的通話記錄清單 在想要刪除的通話記錄上 利用手指 從右向左滑動 就可以看見刪除按鈕的出現 點擊刪除按鈕後 該筆通話資料就會被刪除了 第二種方法是點選編輯 接著選取通話記錄前面的減號圖示 就可以直接刪除該筆通話記錄 當然啦 如果你希望一次清空所有通話記錄 那也是ok的 點選左上方的清除 就可以像之前那樣一次清空所有的資料 想了解更多豐富的內容 歡迎造訪 CMAX 116rd 秋 106th 116th 聽到 107 等 中